我就说吧 美国联准会这一次贴了心了 非把美国经济救起来再说 绝对不能被肺炎疫情的病毒给打败 因此汉伟来请上来 联准会竟然连垃圾债 高收益债都买了 福特梅西百货来看一下 这两家公司发的公司债 因为它已经被降品了 被视为高收益债 也就是垃圾债 股价因此就飙涨了 所以我们待会看这两党 而且我们在乎的是 我们国内有36党ETF即将要除息 我们秀一下给大家看 这36党ETF即将要除息 你看代号简称年化配息率 就股息值率看起来都很不错 可是提醒你 我特别把周军亮写给您看 有人很少在第二页 20号除息的是这一页 21号除息的是这一页 配息率看起来都很不错 张数呢 所以汉伟待会要交仔细了 我先插播看那两党高收益债 连垃圾债都买的 连总会印钞票买你公司的债 您看这是福特 OK福特汽车 打出W底 然后没西百货就是配你了 您看底型也出来 可是呢 就像刚佩甄说的 钞票很多 这买就代表公司很好吗 碰轰啊 回到我们自己本身的配息ETF可参与吗 对那但我觉得配息ETF可不可以参与 目前来看的话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主要原因在说因为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连准会开始印钞票买这些垃圾债券 那台湾发行的很多的一个债券ETF 它其实都是比较高品级或公司债 或说在这个公债的一个部分 所以如果说就整个品质上来看的话 台湾债券ETF应该得到一定的一个保证 那我们常在说现在外国人很羡慕台湾人买到口罩 那台湾人很羡慕外国人一直在印钞票 所以你要搭上这个所谓的连准会的叫 说能不能连准会印钞票 我的资产随连准连准印钞票 能够出现大幅度的成长 我觉得这些相关的ETF 其实都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标的 好我们来讲个简单的道理 看这样对不对 我抓量大的 您可不可以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IG 投资级等级的债券 投资级的公司 所指的就是AAA或AAA的公司 不是垃圾债 垃圾债高收益债 像AAB或CCC这些等等 所以如果说像这一档 群益时你要IG金融债 因为那量比较大 所以我说它就好 为什么刚刚汉伟说 当连准会大量印钞票 卖这些债的时候 我们的跟美债连结 这些的ETF就有机会 因为它买了那些的标的 那些比如说银行或股价 这些它就会涨 对不对 没错吧 银行的股价就会涨 而这些银行发的金融债 就有机会往上 因此我们买了像 比如说群艺10年 然后IG金融债 它就有机会价格往上 没错吧 对就可能大幅度弹升 因为过去这个 所谓IG金融债出现了一个下跌 就是因为原本大家担心 这些银行可能倒债 还不出这个未来的一个利息 所以造成这个 所谓债券的价格下跌 那也导致这个ETF出现了 一个修正的一个格局 但现在既然联准会出来担保 说你不用担心 你们债券只要卖不出去 你不出去利息 我联准会帮你付 所以这样的情况也代表说 你买这个最少联准会给你担保 他不会倒 对啊 因为他都帮他买了呀 所以来看四大条件 什么条件 不是党党都优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说台湾有很多债券相关的ETF 但你在买ETF 有一个最重要条件 一定要注意到 你要注意它的净值跟折议价的幅度 因为我们刚看到很多党 它的配息率大概是3%到4% 我们很担心 有些投资人不懂 他可能这个净值是10块钱 他买到这个市价12块的 这个所谓的议价幅度 就20%了 你要领多少年的利息才领的回来 观众朋友他讲的太重要了 在所讲的就是 10块钱是在投信的初级市场的净值 12块钱是次级市场的市价 所以净值是母体 次级市场的12块 这样就形成了溢价 因为12减10 2块钱除以100就是20%了 对也就代表说 你把未来四年到五年的配息 都买在这个市价上面了 所以他就算配息你也没有办法达到你预期的一个报酬率 2块应该说2块除以10%上百分百嘛 所以如果他溢价 请问一下如果溢价太多你就不要买了 对就不要买 因为刚刚其实瑞兰姐有帮大家整理 他有很多的量很小 量很小也代表说其他折价幅度相对都会有一些偏离的一个情况 好那我们直接点名了量少 请问量少是周军量 我特别帮你抓周军量 周军量多少张以下就少 我觉得100张以下就算很少了 我可不可以说300 300也可以 但因为一般来讲这种所的债券ETF都是法人在买 虽然比较进出比较少 好那我们就300以下不要碰好了 比如说像这个100张的这一党100张的 然后我们抓300以下 像这个也是300张以下 这个也是300张以下 这一党也是300张以下 我是公平的 我没有对谁怎么样 就300张以下 他说的请小心 第二页 第二页那更简单了 党党都是300张以下 不要看 所以21号除息的不要参与 应该也不是这样说 关于有时候这个可能因为他的ETF造势的关系 当做的量比较少 或者说整个法人在这时候 没有新认购一些所谓的一个资金 导致这个量并没有很明显的成长 可是因为之前庆隆有教过 当量太少 他就会出现了他的成本不够的问题 因为还是发行基金要有一些成本负担 如果入不付出 因为没有人去认购他 或买的人很少 他赚的就不多 怎么去支出他的成本 所以量少还是先避开吧 对 但他量少也会导致他整个 整体上整个基金的净值相对是偏低的 偏低会造成说你的手续会变高 对 对 这个当然是长期投资一个很重要的评量 但因为周均量他可能未来几周 他量又起来的话 你重新去检视 假设我现在看起来 科技是好像还不错啊 但是量只有80张好像不太够 但未来假设一个月之后科技股反弹 他量来到300张以上 这时候你就可以做重新的考虑了 可是来到300张 300张耳后的每一天 你要变常态哦 你不能300 2张80 100不可以这样子吧 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四个条件 你可以看到哦 刚刚已经提到所谓折价幅度很重要 第二个你要留意到你的标的风险 像刚刚我们佩甄有说了 高收益债 其实目前看起来有非常大的风险 但还好台湾相关的ETF 都是投资等级的债券或公债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在风险的部分 得到一定的一个控管 那另外要检视到有非常多不同的标的 像有些金融 有些电信 有些地产 所以你要去检视标的的产业 跟他的地区性的一个风险 好直接告诉我们哪些产业比较偏危险 比方说现在的能源业看起来风险很高 能源 对运输跟观光 运输观光地产呢 对地产也是有比较大的风险 那另外跟一些零售有关的 其实有都比较大的一个风险所在 所以提醒您 我们呢 这些连接海外的债 有些是连接到产业公司的 所以这四大产业都稍微做一下避开 哪些地区危险 地区就刚刚所提到一些新市场 像拉丁美洲 像非洲 甚至说在一些所谓新兴亚洲的部分的话 其实面临到比较大疫情的冲击 跟未来整个一个产业复苏的一个风险 好也许我这样问你还不太明白 刚刚的两张请来 你直接帮我画一下 比如说就比较偏危险的 包括哪一些 您这样子看 地产这边有个地产 对不对 然后一个新兴亚洲 这看起来可能有一点点问题 新兴亚洲会不会 要看他的一个所谓的债券分配的比重是多少 如果都是在阿根廷巴西等等就避开 对假设都是什么马来西亚 或说这个所谓印尼等等的部分的话 你可能就要做一些稍微避开的动作 好在第二页我们看 这个新兴又来了 对新兴债 那其他像这个所谓的一个科技债 这些金融债 我觉得相关都还安全 那这个中国政策债 我觉得就会有比较多空不同的一个看法 我问你喔 中国政策在所指是中国大陆的公债 政府债还是地方债 地方债 对 那那地方如果地方弄不好导债的话 不过他们疫情已经趋缓了 对所以这个就是很难说他未来会怎么样的一个发展 但是他才81张而已 对但整体上来看 我觉得台湾相关债券应该都风险不太大 因为他们经过一定的一个筛选 所以这个第三我们回到刚刚的字卡部分 所以第三点我觉得目前看起来的话 整体上标的产业你就注意到产业面的一个变化 那再来就是量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在投资这些债券型ETF 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你一定要是长期去持有 每个月的配息 每个季的配息 每半年配息一定要拿到 你不要说你买进去之后 看起来好像跌得很深 你就用这种短进短出的方式去做一个操作 这个其实就是债券ETF的一个大忌 那所以既然是长期投资的话 你就用分批布局 那量低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当然量低进度是比较难 但你不要短期进出 我觉得问题就不太大了 所以只要它的量不要太少 又是稳定配息 你回到刚刚那两张 其实之前我们也觉得 这变形的ETF还不错 因为你看他如果打两个星号 是越越配息 两个星号这个是越越配的 这个四百多张还OK 这个加近四百张也还不错 我们再往下一个 打一个星号的是半年配 所以一年也配两次了 好像这种 所以依据刚刚汉尾的四大条件 麻烦您如果要买的话 不要照进 早有量的 然后这些看一看 不要溢价太高的 这些是取选标准 如果找到了 觉得还不错 你就可以买来当存股 因为它都吻合这四大条件 又固定会配息 跟您最佳分享了 解决了联整委会 连垃圾在东买的议题之后 拉到我们这边 接下来我要弄油价了 购壞鬼胎吗 还记不记得礼拜三 我们旗展又追了 奥陪个家开会 在礼拜四 没想到真的被旗展给讲中了 原定 这个油国要日减 减产 日减产2000万桶 结果既然只有日减产1000万桶 油价跟着跌9%以上了 靠近18年来的低 因此回到汉委的资料 为什么又没有办法团结一心 主要还是在说 整个全球各个产油国 他们其实未来的看法 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别 其实一开始产油国谈崩 主要原因就在说 沙特阿拉伯跟俄罗斯 对于这个未来减产的一个动作 是不一致的 俄罗斯希望说 这一次的油价压低 能够让美国页岩油倒一片 但沙特阿拉伯不是这样的一个认为 所以这样的一个 所谓时空背景环境里面 原本大家对这一次的一个减产协议 就不是那么乐观 但没想到出来的结果 比大家预期还要来的更惨 因为原本预期说 能够达到日2000万的一个减产 但没想到只有到1000万 那现在麻烦是在说 为什么油价出现昨天剧烈的盘中 一度冲高 后面出现一个收盘的一个大跌 原因是在说 那颈因冲击到全球需求跳水 目前这个研究机构预估说到 4月份5月份全球这个日的需求 就是供给大于需求的部分 每天大概是3500万桶 那我们只减2000万桶根本不够啊 那现在只剩下1000万桶 代表那个缺口还有2500万桶 这么多 所以这情况当然造成说 连2000万都已经是杯水设计 你1000万没有办法支撑油价的一个大幅度的反弹 那大家关注就是在于说 那这一次OPEC谈成所谓的一个减产协议 那美国会不会在背后堆破住栏呢 那看起来这个川普只是说 我叫你们来谈判 那我自己要不要做很多的一个承诺 看起来是没有的 因为俄罗斯普廷有要求说 要减产大家一起来 美国你也要减产 因为美国现在是全世界第一大油出口大国 所以美国到底这次有没有减产 这一次如果说在今天晚上 这个G20的能源部长会里面 就媒体掌握到了消息 所以他们明明部长会提到说 未来美国在明年有可能日减产达到200万桶 那这减产的所谓200万桶怎么来的 是因为油价低迷的关系 所以油价假设涨上去的话 200万桶就看起来不可能达成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国只是在隔岸关火 他其实只想要坐享牺牲 让希望说你们减产 我油价回来 我的页炎就不用倒一片了 结论就是这次OPEC加的减产 美国没参与 没参与 好来继续 所以你可以看到油价 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格局来看 长期走势 我觉得看起来还是不太乐观 因为刚刚所提到的 3500万桶跟1000万桶 2500万桶的缺口 短期之内改善 我觉得难度很高 所以利空不解决之前的话 我觉得油价最好情况是低档 做一个盘整的动作 那前波低点就19块多 那边如果一旦跌破的话 你就要小心 原本大家有在提说 什么10块钱以下的油价 各位数 对付油价都可能会出来 我觉得前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 那另外我们看到了 这个联准会 已经不顾这个江湖道义了 什么都买 所以直升机撒钱底下 大家开始对这个美元 完全持续信心了 所以美元不值钱的时候 大家会做什么事情 去拥抱黄金 所以金价多头趋势 我觉得相当的强劲 看一下黄金楼 黄金是又飙涨了吗 真的 他出现了所谓的V型的一个反转 这波是因为大家这个股票 在赔钱开始砍黄金 那现在看起来股票回来之后 黄金又成为市场的一个青睐 所以黄金的多头持续 我觉得多头持续 甚至过前高之后的话 还有更大的一个空间可以期待 更大 对更大 好美元指数秀一下了 因为林总会现在呢 买什么都是印就好了 所以美元还真的被您说中了 走扁的压力存在了 对走扁的压力存在 但并不是非常的弱 它整个一个线形 还是一个多方的一个线形 所以就留意到它除非真的跌破到 所谓的一个季线的一个压力 整体上才会比较明显转弱的一个空间 季线如果98这一条灌破的话 贬值压力会加重 对 代表它这个是假穿头 那要增破 那我觉得整体上全球资金 就会比较宽松了 好 感谢汉尾非常谢谢您了 美元指数真的就在联者会对外宣布 连高收益在垃圾债都买了 所以无上限的印钞票 美元就在今天破了100中的大关99.9了 观察98了 会不会破了黄金飙涨 大多头还会再延续 这是要汉尾提供的咯 赶快进广告 接下来麻烦陈隆大哥 来追我们台湾产业了 台湾真棒 企业更棒 反正下不转路转路不转 我们走四走出 走出自己一条路 因为我们防疫做得好 顺之帮到产业了 哪些的出口企业 出口产业 因为我们台湾防疫好 谁知能够推破助澜 往上进行突围呢 产业请成龙大哥抓咯